由云林县政府打造的在地品牌云林良品 在云林县长张立善领军下 积极在国内外打铜路 这天和中部一间连锁超市签约 江振花旗蜂蜜 古法酿造的百年酱油 顶级黑金刚花生 还有陡南月光米等将近200项的产品 上架45间铜路贩售 希望在双方的合作之下 能为云林开创2.5亿元的产值 云林县长张立善与超市总监领杨中信共同签约 宣告云林良品正式上架超市47件的铜路 而大家更化身大厨 品尝这碗满满云林味的卤肉饭 这是一百年老酱油卤快乐猪 搭配陡南月光米跟蒜头 都是来自云林良品 以来积极在打造云林的这些农特产品 能够成为优质的产品 而且是有经过我们精心挑选 而且是品质保证 再加上我们有标章认证 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云林良品是值得信赖的 我们的理念一致 因为食安是对消费者的一种责任 我们看到他们的自有品牌 云林良品也坚持食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认同 请他们到荒康超市来上架 原色好的蜂蜜 它里面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粉粒 琥珀色的蜂蜜在瓶身中完全不透光 倒出又浓又稠 更飘散阵阵的浓郁香气 这款正花旗的蜂蜜 是产自云林 更通过多项的严格检验 我们青人蜂蜜多加盐一个蜂蜜的纯度 都是正花旗的蜂蜜 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纯正蜂蜜 还有还有颠覆大家想法的黑酱油冰淇淋 在超市也相当热卖 养生盛品的黑蒜头 以及Q弹口感的月光米 都是来自云林县 这次的合作有将近200项的产品上架 食安的问题的以后还要注重 我们是在减肥料减农药的状况 可以让你现在生产出来的 也让你这包米可以让你非常安心的食用 顶级双翔礼盒 里面就不是只有带壳的 顶级花生带壳的 还有加入花生糖 两包 花生糖一包顶级带壳的礼盒 是我们的这家伴手礼 今年也是我们首播在农历年之前 跟我们丰康超市 来推荐我们云林良品非常优质的伴手礼 那希望我们全国的乡亲 能够到我们丰康超市来采购 云林县府团队以及农会率团来到台中行销 除了抢工农历年的商机 更期盼在新的一年与超市新手 能为云林创造出2.5亿元的产值 继续点加话台中才放不到